对了 师傅 我最近在找房子呢 我也想拜到 专注销附近来 你不是住拳馆吗 是啊 但是下周 最后一场拳赛打完之后 学员差不多结业了 我也就不好意思 老赖在拳馆了 所以想自己出来住 那怎么不回你妈那儿呢 我原本是这么想的 但是我妈最近 谈恋爱了 这瓜我们能吃吗 对方是她大学的朋友 他们最近还一起 开了个服装店 反正人品我也观察过了 挺好的 对我妈也挺好的 主要是我看我妈 每天挺开心的 我也挺开心的 那就行 挺好的 替我恭喜阿姨 这位吃面包的同志 有什么想法吗这方面 我可是非常支持的 我呢是个过期的毒药 那沾上我 要么不需要 要么活活被毒死 看来过期呢是周年 那 要不你帮我这儿来 爸 咱家哪儿住得下 你兴奋什么呢 我的意思是 我们咱家哪儿有地儿 咋没地儿呢 那沙发换掉 换成上下铺 上下铺 我爸可能对上下铺 请有独钟吗 总能想起我的亲叔父 师傅 合适吗 有人不合适啊 独立住师傅家 不天经地义的 再说你下半年 你要去三位读研了 你去市面上找房子 租半年 那半年 不好租也不好找 行 我付房子 来